而上星期我们曾经报导宜兰市自强路移动公寓 因为外观的磁砖不断的掉落 恐怕会影响到过路人的安全 对此县府建设处今天就特别和当地的里长来进行会看 希望能够透过与住户的沟通 尽速进行修缮工程 如果万一哪天磁砖掉落砸到了人 届时住户可能都要负起部分的赔偿还有责任 县府建设处跟近市里长到场勘查 看到这些壁砖摇摇欲坠让人非常担忧 如果有墙风或地震随时会掉落砸伤人 所以县府依照规定商请里长帮忙 通知相关住户应该比照一旁住户 用洗石子工法来整理外墙 不然一旦发生意外 住户需要担负相关法令责任 前面有一些住户 他们之前就因为十几年前也有那个磁砖掉落 那他们就是采取一个比较积极的做法 为了避免磁砖在掉落 那就是赶快用洗石子去做门面的修散 那这个部分我也麻烦里长 就是有磁砖掉落的部分 也希望能够召集所有的住户 来做一些协商的动作 然后希望由住户来负责来做修散 那如果因为如果没有修散的话 造成民众有受伤的部分 那其实这个部分在法律上面 也是要致负一些责任的 那也是希望说这个部分也是希望里长能够来帮忙一下 那我们也会如果必要的时候 我们来县政府来请这几个住户来做一下沟通 能够希望能够他们来做修散的动作 对于县府的指示 里长将会通知大约20户的民众 一起开会讨论如何进行外墙修散 民众反应说会危害他们生命的安全 我也希望说我们有关人员协助我来理订 来跟住户来协调 来关键来做好 可以不让危险 做成更坚冠的国家好 他的家的阶段也会变得更好 目前县府也在这里设立警告标线 提醒路过民众随时注意自身安全 宜兰新务记者张力霖采访报导